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5月16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 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了俄罗斯发射的18枚导弹和9架无人机 其中包括6枚金扎尔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介绍情况说 俄军从北面 东面和南面向乌克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被击落的6枚匕首 也就是金扎尔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 是从米格31K战机上发射的 9枚巡航导弹是从黑海的俄护卫舰上发射的 另外 还有3枚陆基的伊斯坎德尔巡航导弹 也有可能是用于对地攻击的S-400防空导弹 这些导弹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全部拦截 伊格纳特强调说 俄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没什么特别 但一次发射6枚金扎尔可并不多见 咱们都知道 金扎尔导弹已经不是首次被乌克兰人击落 早在5月4日 乌克兰人史无前例的拦截了这种号称是 不可被拦截的高超音速导弹 当时很多人认为 这里面会有一些运气成犯 但没想到几天没过去 金扎尔就齐刷刷的被打了下来 这下 恐怕再挑剔的人也应该承认 乌克兰人确实有能力拦截它 俄罗斯发射再多这类导弹也无法给乌克兰带去实质性的伤害 不过 在基辅的一个社区 由于掉落的碎片 私人住宅的屋顶受损了 另有汽车着火 这里是金扎尔的碎片 此外 俄军发射的6架疑似伊朗沙西的无人机 和三架奥兰师型无人机也被全部击落 粗略算算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这波夜袭 使俄罗斯损失了至少1.2亿美元 口径造价约650万美元一枚 9枚就是5850万美元 X47金扎尔的造价1000万美元起 6枚我们姑且计算6000万美元 沙西的无人机很便宜 3万到6万美元一架 我们取中间数算28万美元 奥兰师售价10万美元一架 三架就是30万 总是有些军幕博主认为 乌克兰先进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很贵 乌军消费不起 每天如此消耗 即便欧美国家也会把家底掏空 其实啊 俄罗斯导弹也不便宜 不知道是谁会先把身子骨掏空 泽连斯基对意大利 德国 法国和英国 旋风般的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 昨天呢 我们已经报道了其中的大部分 但今天仍有必要补充 一 德国政府决定再向乌克兰提供 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此举引发了克里姆林公的强烈不满 俄罗斯总统西文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克里姆林公对英国等国向乌克兰提供 额外的军事援助的计划持否定态度 这些额外军事援助不会影响特别军事行动的进程 但会引发俄罗斯政府的报复 二 马克龙称 法国将给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 很有可能它指的是法国版本的风暴阴影 根据公开的信息 英国大概储存了700枚风暴阴影 而法国则有500枚 三 英国提出为乌克兰训练西方战机飞行员 但很遗憾的是在英国F-16战斗机不是主力装备 因此英国准备联合法国意大利或许还有德国 组织一个战斗机培训联盟 意大利很有可能为培训计划提供F-16战机 马克龙也赞成这个培训计划 但在法国F-16同样不是主力装备 四 泽连斯基已经返回乌克兰 在他返回的路上对乌克兰军民宣布 他的厨房为国家争取到许多援助 这是伙伴国家了不起的帮助 返回乌克兰后 据说他第一时间召开了联系会议 会议上乌克兰领导层最终的任务就是调整武器接受计划 不 不过 针对还没有倒数的F-16战斗机 乌克兰人仍未放弃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最近依然是几乎每天都在发表请求盟国援助F-16的声明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子内科夫的秘书尤里萨克告诉政治报 乌克兰希望总共获得40到50架F-16组成3到4个飞行中队 以保卫其天空免受俄罗斯的轰炸 这可不是一句虚言 考虑到俄罗斯能够用来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的飞机 其实并不如想象的多 很少的F-16很少的战果 就足以影响俄军向乌克兰偷送巡航导弹的能力 详细的论证呢 我们后面接着说 咱们先来看战况 一 在过去的一天里 俄罗斯军队在库皮昂斯克 巴赫姆特 阿富蒂夫卡 阿和马林卡方向进行了进攻行动 乌俄两军进行了49次战斗 二 战争最新方面 五名乌克兰警察在巴赫姆特附近炮击中受伤 俄罗斯人白天 炮击哈尔科夫地区的三个地区 有人员上网 俄军白天对扎布罗日的城市和村庄 进行了90次炮击 俄军白天炮击赫尔松地区80次 六人受伤 乌克兰电力工程师在一周内 恢复了对尼茨克地区34个定局点的电力供应 截止到今天上午 由于俄罗斯联邦强加的战争 乌克兰有974名儿童被害 另有481名 儿童受伤 三 阿富蒂夫卡最新战况 乌军称在阿富蒂夫卡东面反击 目前已经攻入战前俄控区 乌军在阿富蒂夫卡东面 已经成功突破俄军 H20高速公路防线 近地公路东侧 这意味着乌军已经进入战前俄方控制区 目前 乌军在阿富蒂夫卡方向活动的地点 距锻炼瓷克市东北城区 仅有9公里 四 巴赫莫特方向 乌军继续从南北两侧挤压俄军 但瓦格也在核心城区每天前进30米 乌克兰第56摩托化旅的士兵 袭击并占领了伯赫达尼弗卡伊北的俄罗斯战地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的炮兵部队 炮击了比罗霍拉东北部的俄罗斯战地 据俄罗斯消息人士称 乌军已从伊万尼弗斯克西北部的森林撤出 然而暂时还没有图像资料支持这一消息 5. 铁血除剑队最近喊猛 伪卢干斯克共和国内务部长 15日被手榴弹炸成重伤 或者已经死亡 据RT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5月15日下午 位于卢干斯克电视台附近的德姆基纳街 78号的一间理发店 发生一起手榴弹袭击事件 50岁的伪卢干斯克共和国内务部长 伊格尔·科内特警察少将受众伤 据卢干斯克当地媒体报道 本次刺杀已经造成一名路人死亡 包括科内特少将及警卫在内的四人受伤 俄罗斯社交媒体账号阿纳托里·萨里则称 科内特已经在医院死亡 除剑队总是很忙 5月12日 扎布罗瑞州住房及公用事业部副部长 在自家公寓门口遇袭受伤 据扎布罗瑞州战查委员会 在其官网发布的消息称 根据调查 2023年5月12日 一位不明然士 把一个自制爆炸装置放置在梅里托布尔市 一座公寓大楼入口处的废旧物品收集桶里 当这位副部长从公寓里出来时 该装置被引爆 这名官员被爆炸装置炸成轻伤 已被送往医院 6.一名帮助治疗乌克兰东部前线乌克兰士兵的捷克支援者泰勒在受伤后死亡 泰勒在东线救出许多受伤的战士 并训练数千名士兵和平民战斗医学技能 此前 泰勒在端巴斯严重受伤后被送回捷克治疗 不幸的是 经过数周的抢救 他依然杀手燃滑 但他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不会被忘记 7.乌克兰换户其六个月来首次在战场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自上周以来 乌克兰军方开始在受困的巴赫木特市及其周边的地区逼退俄罗斯军队 这是乌克兰军队11月夺回南部城市赫尔松以来的首次重大进攻行动 地面部队指挥官奥列克谢·希尔斯基上校在电报频道上发表声明说 我们的部队沿着巴赫木特方向前进是保卫巴赫木特的进攻行动的第一次成功 希尔斯基再次访问巴赫木特前线 他在几件乌克兰守军时发表了讲话 他说瓦格纳就像老鼠钻进了捕鼠器一样 而乌军将在巴赫木特的反攻行动将消灭更多敌人 亲爱的战士们 你们正在创造全新的历史 由于你们的顽强战斗有力的阻挡了俄军的进攻 8. 吴总参发布的昨天战果数字是这样 摧毁俄军人员总数19万9980人 新增520人 是的 我们试算了 今天尖敌数没能突破20万 但明天肯定可以的 坦克3762辆新增3辆 装甲车7348辆新增12辆 火炮3150门新增13门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靠同学先前耕耘 咱们稍后再会 感谢王小靠同学先前耕耘 感谢王小靠同学先耕耘 感谢王小靠同学先耕耘 感谢王小靠同学先耕耘